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咱们就请韩国孝师傅为大家做这道菜 肉酱煎蛋饼要配以主食烧饼 烧饼可以买现成的或是之前准备好的 除此之外 菜的用料要复杂一些 主料有肉沫 鸡蛋 原葱 蘑菇 奶酪 调料有葱 小葱 姜 盐 味精 酱油 胡椒粉和香油 韩师傅 这道菜确实很新鲜 您别看我说了半天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做 好 下面我教给您怎么做 您教教我 也教教大家 好嘞 今天我们主要先选的是洋葱 我们顶道给它切 肉酱煎蛋饼跟洋葱有关系吗 有啊 我们要用洋葱固定成一个圆饼 就这么大的饼 使它可以固定成形 另外洋葱还有它的营养素 它可以散风寒 还不含这个脂肪 高脂肪 现在能够降低胆污 对对 我经常用洋葱炒鸡蛋 对对对 先放个蛋了 然后呢 我们还有呢就是用这个肉馅 猪肉馅 猪肉馅就可以了 我们先呢 里面给它加点配料 这有萝卜干 我们把这个萝卜干呢 泡软了以后呢 我们给它切成小粒 这样你可以增加它的口感 这是一个 来烙 还有一个芝士 对于奶烙 哦 奶烙 这里面在这里增加一些奶香味 在这个鸡蛋里面 这个饼里面 我们给它切成小粒 放在边上烙 还有呢 我们得加点菌类 营养更加丰富了 我们把它给它 菌类 这是蘑菇 蘑菇口馍 我就想问呢 对蘑菇有什么要求 一定是口馍吗 这个可以用 其他的蘑菇都可以 最后呢 我们给上面呢 你的这个 冲出一点点葱香味 还是有颜色 这一定是小葱是吧 对 小香葱 它很绿色的小葱 可以打鸡蛋了 我们把它打散 里面加入点 这要加调料 加一下调料 我们就加入点 盐 加点味精 盐要加点味精 对 最后呢 少加一点点的胡椒粉 这样去一下鸡蛋的腥味 而且这个胡椒粉和洋葱 要碰在一块 一会儿就炖了 对对对 其实鸡蛋你越久 它并不容易打开 接着我们向上香一挑 它很快的就散开了 好 我们把它挑一之后呢 那我给您继续打着这个 然后您干别的 您干别重要的 好嘞 这是个诀窍 你看这么挑的 对 挑的一定 挑几下之后 它就很容易散了 然后您看这鸡蛋也差不多了 好嘞 哦 先放锅里加少许油 热一下 要炒这个肉馅 对 哦 好 好 油不用很热 是吧 对 因为油要太热 那肉馅就不容易散开 它就变成球了 所以它故意油温要凉一点就放进去 然后还要不断的 不断的把它打烂 对 在它变白的时候 我们将这个葱姜蒜末 这是葱姆 葱姆 还有姜末 葱姆 洋葱姆和姜末 三种的 对 加进去 好 来 这回我们加入这个 配料 配料呢 奶酪互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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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这个 冰的给它加进去 炒一下 然后我们给加点 酱油 给它增加颜色 加点老猪 然后加点料酒 好 好 我们把这个奶酪烙出来放了 放太高 才容易粘锅 这会儿呢 我们给它 加一点点的盐 来少许盐 然后再加点水晶 肉馅炒烂 放入葱末 洋葱末 姜末 对 煸炒的差不多了 然后呢 把我们切的那个 奶酪粒放进去 切的那个蘑菇粒 是吧 对对 这个这个萝卜干粒 放进去 再炒差不多了 把奶酪粒放进去 然后放一点盐 放一点 酱油 对对 放点酱油 放点料酒 料酒 再炒好了 现在我们的肉酱炒好了 我们开锅 开始煎蛋饼 但是您把炒肉酱的锅 要刷干净啊 不容易 不容易粘锅 对 不然它容易粘锅 另外出来这饼肯定 它就粘的东西都不漂亮了 这个呢 首先要把锅一定要烧热了 好 锅烧热了以后 我们把洋葱圈给它下入锅中 先把洋葱圈就放来了 对 呦 然后把肉酱呢 给它放在底下 哦 哦 每个圈里都放点肉酱 嗯 哎 这一口气 这个 这出来 肯定的形状 首先它就规矩 是不是 对 好 我们关火 哎 关掉火之后 我们把鸡蛋给它倒入 您看好了啊 哎 哎 这这时候要把火关掉啊 关掉放鸡蛋 哦 这也是一个圈里 在翻个之前呢 我们把这个小香葱给它撒在上面 香葱每个都撒一点啊 对 来 给它翻一下个 好 这边呢翻过来以后呢 稍稍的煎一下就可以了 好了 可以出锅了 好好好 好 这肉酱煎蛋饼 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肉酱煎蛋饼的特色用料主要是奶酪 这是一种中西合璧的吃法 在鸡蛋里面 这个饼里面 你给它切了小粒 对了 特点之二是用圆葱圈固定肉饼的形状 圆葱圈 既是主料 又是菜品的模具 特点之三是鸡蛋液 要最后夹在肉饼的上面 这时候要把火关掉啊 关掉放鸡蛋 这样的肉酱煎蛋饼您见过吗 好 这道肉酱煎蛋饼就做好了 大功告成 对 旁边有一个烧饼 对 烧饼 给它打开 夹在里面 就成了肉酱 肉夹馍 没错 来碗米饭 这就是一个菜 今天大概是星期一啊 您哪 现在就开始准备 晚上家人一下班 您从厨房里 啪 给端上这么一道 肉酱煎蛋饼 那肯定是个惊喜 好了 天津饮食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